你好 你好 欢迎 欢迎大家 默想 宴教 上年期第二十主日 开始的时候 我想再讲一件事 因为我怕可能有些新来的 兄弟姊妹未听过 就是天主教的礼仪 有很多不同的季节 比如圣诞期 是一个季节 或者是四春期 复活期 这些所有的 这些特别的季节 那个话题 多少要讲 规定了的主题 要讲圣诞 要讲苦难 已经定了 但是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 我最喜欢 叫做上年期 就是现在这几个礼拜 我们用上年期 比如今天是上年期 第二十主日 上年期呢 幸好 它每一个季节 规定了一个方向 一个角度 所以呢 大家是很自由的 选择每个主日 不同的主题 希望你明白 我今次呢 想选择 到六月的地步 我们有这个信仰 信主的人 要抵抗邪恶 所有的读经 都讲这个主题 开始的时候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青年人 很正义 很热心的 他做一个祈祷 很特别的祈祷 十分钟 会搞定 整个世界的罪恶 不会再有罪恶 那这个故事说呢 这个青年 很认真 跟天父做这个祈祷 听一个父亲的 很有爱的说话 儿子 我都想啊 我都想毁灭罪恶 耶稣在十字架上 都有这个目的 但是呢 为什么这么多世纪 做不到呢 因为如果我决定 毁灭罪恶 第一个人要毁灭 就是你啊 各位 这个故事 有一样东西很对的 通常我们说 抵抗罪恶 毁灭罪恶 抵抗邪恶 通常呢 我们想人家 或者环境 或者世界 很少想自己 罪恶在我的心里面 我要抵抗 好了 那么现在说了 这个主日的主题 抵抗邪恶 读经一 读经一 记载一个很可爱的 又是青年 二十岁到二十多岁 一个很青年的先知 那个名字就是 耶勒米亚 这个先知呢 都想抵抗邪恶 我说一点 那个时代的环境 更加会明白 这件事发生在耶路撒冷 在南国 那时分裂 北国到南国 这件事发生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非常之 很小的国 很小 没什么力的 已经不见了 十个支牌 那些北国 又十个支牌毁灭了 剩下两个支牌 但是呢 有一个很大的强国 出来 这个强国 叫做巴比伦 巴比伦 那个王 是拿布高 非常残忍的人 那么 拿布高 包围耶路撒冷 预备毁灭耶路撒冷 为什么呢 因为耶路撒冷的王 想和埃及的法郎 一个联盟 想打 拿布高 这么大胆 说法郎答应他 他会派兵来打 这个年轻 这么大胆 他不是一个政治家 他是一个先知 一个祈祷的人 他说给人民听 千万不要做这件事 不要跟埃及做任何联盟 不要靠国家 最好呢 你们投降 接受现实 强国是巴比伦 哇 他说这些话 那些军长那些呢 很生气 耶路撒冷的 建王 告诉他 这个人一定要杀 这人谋求的 不是人民的福利 而是人民的灾祸 为什么呢 军长解释给皇帝听 因为他叫那些兵 不要打 投降 好过 那些兵呢 是灰心喪志 没有心机打 那么皇帝呢 将立好了 如果是这样 你们处理这件事 现在你看一下 如果你呢 如果你呢 去了耶路撒冷朝圣 我猜 你一定看到 现在这个 读经所说的 就是耶勒米亚的 蓄水池 就是那些人 将耶勒米亚 放在一个蓄水池 就这样说 他们便将 耶勒米亚用绳 吊下去 吊在蓄水池内 不想未到来 黑暗里感到无奈 有天赋的慈爱 我相信 希望依然存在 是天赋的每句话 叫我不许再害怕 从今直到未来 从今直到未来 不会忘记 要勇敢的活出爱 伸出双手 一起飞裂阶线 尽管距离很远 我们也不放弃不改变 拥有主的爱 我能超越障碍 飞越了不可能 现在那个地方 我都去过 很多人去那里 祈祷啊 墨上 很静的一边 蓄水池 是乌奈 没有水的 是死的 但是呢 有另外一些人 很疼这个年轻的仙智 也都觉得这个仙智 觉得对 那靠皇帝 你教这个小孩 皇帝说 好吧 那他获得自由 他们能够拉他上来 放他出来 你们明白吗 这个故事的意思 就是耶利米亚 觉得做这些政治的游戏 是表示对主没有信心 靠埃及的力量 但是呢 他提议 既然这件事发生 我们投降 交托给天主 这个仙智呢 为自己的道理 喜讯 他愿意放弃他的生命 他坚持这么做 他们威胁他 他都继续说 所以抵抗情恶 这个又这样的意思 抵抗情恶 付出的对价 就是自己的生命 这个主题呢 在达宗宏里面都有 达宗宏刚刚用这个 蓄水池 那个字 做一个祈祷 他把我从和乞与污泥中救出 就是天主从那个地方救我 所以这个 这个达宗宏 通常呢 读经一 这一类的关系 一样的字 一样的意思 现在呢 刚才我已经说了 希伯罗人书读经二 直接是这个主题 你们要常想 耶稣所以忍受罪人 对他这样的叛逆 是怕你们灰心丧志 你们与罪恶争斗 远没有抵抗到六月的地步 这个讲耶稣 耶稣怎样抵抗情恶 抵抗情恶不是说就可以了 付出代价是自己的性命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 叫做抵抗情恶 在《路加福音》说得很好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 我是多么窃望 它已经燃烧起来 火 火能够消灭污脏的东西 消灭罪恶 是火 也是基督所给的圣神 能够改变罪人的心 接着耶稣说 我有一种应受的势力 我是如何招集 直到他的完成 这里火是代表耶稣消灭罪恶 在社会上和在人的心里面 这个火 那个要付出的代价 我有一种应受的势力 耶稣的十字架是那个势力 耶稣的死亡是他的势力 这个洗泥不是用水 洗泥用血 这个很漂亮 很值得默想 我们有时求天主 请你毁灭所有的罪恶 但是接着那个代价 你愿不愿意付出 然后耶稣有一个结论的福音 他说 你们以为我们世界上送平安吗 我的福音不是平安 是分裂 这里讲得很强 其实耶稣的福音是和平合一 他自己说 大家想当你抵抗情恶的时候 当然会有分裂 那个分裂就是善恶中的分裂 不是受恨 因为他愿意付出那个性命 都是爱的 世界都吃得抵抗情恶 怎样抵抗情恶 以情恶抵抗情恶 以更大的情恶抵抗情恶 永远没有结局 耶稣说 唯一的方法是以爱抵抗情恶 希望这个主题是很清楚 读经一 耶纳米亚和耶稣是很相似 有一个共同的精神 耶纳米亚为抵抗情恶 他愿意付出他的性命 耶稣他有一种的火能够消灭情恶 在社会和在心里面 但是那个代价是十字架的代价 谁愿意抵抗情恶 第一步是在自己的心里面抵抗 耶纳米亚那么年轻 他都明白这个道理 他开始做先知的时候 很多问题不想做害怕 但他克服了祈祷 他变了一个很勇敢的先知 耶稣他是无罪的 但是呢 他是要抵抗罪到什么程度 将人的罪 钉在他的十字架上 《四篇读经》 讲这个面实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面 有没有邪恶 当然有些情恶是警察搞定 有些情恶是法官搞定 但是有些情恶是心里面 只有耶稣给的火能够燃烧 尽管距离很远 我们也不放弃不改变 永远处的爱 我的长越加爱 飞越了不可能 一定找到更美好 伸手可及 充满希望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启禾 请不吝点赞